这是加拿大的海军军事基地 这是它军事基地的全景 这是他们的军徽 海军军徽 这是加拿大皇家海军的军港 你看很多军舰趴在那 然后那个白色的那是海军造船厂 这个下面是总装厂 那一条它在船屋上的那个船底下在刷漆呢 而这边呢 这艘上挂的是法国旗 看样子像一艘那种铺卫舰 老游说啊 前几天他还看见过美国的核潜艇 今天我们没有看到 这个哈雷法克斯这个军港 是在北纬能够结冰的 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下 最好的一个不动港 水深有70多米 所以加拿大到冬天的时候 内核航运结冰中断以后 所有从大西洋上运到的货物都在这卸 然后通过火车汽车运到全国去 它不结冰啊 是因为大西洋暖流走到北纬四十几度这个地方 它就拐头又往南回 所以正好在这边打弯 这个地方的海水中年都维持在四到八度 所以它不结冰 如一看这个桥 这个桥前面不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爆炸 当这个大爆炸创造的五项第一至今 除核爆以外未被打破 就是伤亡人数 爆炸力 破坏半径 爆炸物重量 以及财产损失总额 好像当时炸瓶就这个玩的是吧 对 这是1917年的12月6号早上 8点45分 有一次法国这个叫伯碗封号货船 正前方的就是大西洋 这个就是乔治岛 乔治岛上面就是炮台的炮口 正对着大西洋里面的入口 这个炮台现在还在没在用啊 对 这个炮台啊就是所谓后面这个军港的炮台 现在还在用 但是呢 有人可以上去参观 花几块钱就可以登岛去看看 刚才说那条法国船啊 它上面满载着2900吨TNT炸药 当时是一战期间啊 所以它是从纽约装的炸药要运到法国去 去跟德国人作战用的 它晚上在这停着 当时呢 为了防德国的潜艇 晚上的时候就把那个防潜艇的网 给把这个海湾封住 就有一条挪威籍的这个船 它晚上等着这个海湾外面要进港 等到这个防潜的网一收起 它就慌慌张张的开枪了 结果不瞧 就在刚才那个桥那个前面不远的地方 就一头撞上了这个法国船 就是两个人好像是判断上的错误 最后调查的结果好像是法国船走在错误的边上 比如说咱们开车都应该是靠右行驶 对吧 结果它怎么走到左边去 这样走到人家的道上去 我躲你 对 对头开 结果你躲我 我躲你 躲到一个方向上 这样 后面开始怀疑是德国间谍干的 后来就最后调查结果说 不是 就是一个人为错误 当时还把所有德国的侨民都给抓强了 调查清楚以后才释放 坏那个船 在这码头上有一个海事博物馆 那个海事博物馆中间对这件大爆炸事件有详细的记载 有很多的图片 还有当时的一些遗物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个海事博物馆啊 主要还有那个泰塔尼克号 那个沉船上打发出的一些东西 当时引起的这个大爆炸 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爆炸案 两岸的建筑都被扫平 还引发海啸 吞上了岸边上的原住民的村落 有1800多人丧命 9000多人受伤 这个祸不单行啊 爆炸的第二天又天降大雪 有半米深 这个铁路公路的交通都中断了 救援队没办法吃援 好在美国波士顿的救援队从海上及时赶到 帮了大忙 为了表示感谢 哈维法克斯人每年啊都送一颗最好的圣诞树给他们 波士顿呢也把他当作官方的圣诞树点亮在议会前 皇家加拿大海军啊是19120年建军 他的旗舰叫海达号 因为加拿大是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啊 所以他海军仅有12条多功能护卫舰12条海岸巡逻艇和4条英国皇家海军退役的潜艇 就这么几条船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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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Krit